臺灣接連兩天地震 科技大廠高度警戒 由於竹科園區地震級數都在三級 沒有達到疏散標準 台積電 聯電 群創 環球晶等等大廠 都沒有重大影響 園區管理局也緊急掌握狀況 氣象署預期接下來三天 不排除規模5.5的餘震發生 廠商嚴陣以待 畢竟晶圓代工製程 高度精密 如果震動造成任何位移偏差 就要重新校正 更不用說 萬一全線報廢的衝擊 上次403花蓮地震 讓台積電熱損失新臺幣30億元 影響第二季毛利率0.5個百分點 專家分析這是過去十年最嚴重的一次 不過臺積電防震早就有一套 在官網也公開超越法規要求的機制 從打地基蓋廠就開始 像是裝減震阻尼器 浮動裝 降低地震波衝擊 廠房電話板加強協稱 盧管機臺 裝隔震平臺 塔式晶圓儲存設備也加紙滑片 也有地震預警停機系統 讓建物結構面對地震毫無損傷 多年來曾未發生化學品洩漏 機臺位移 火警以及人員傷亡 等等情形 晶圓廠抗震設施做好做滿 全方位避免良率損失 就算面臨地震災害 也都能順利挺過 三地震災的城市熊流之遊做不到 三地震災的城市熊流之遊做不到 ō 黃帝